今天在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啊 叫做《战胜华尔街》 作者是彼得林奇 彼得林奇被誉为全球最佳基金经理 有40年股票投资经验 他从1977年到1990年掌管复杂公司麦哲伦基金长达13年 把基金资产从不到2000万美元增加到140亿美元 年平均收益率达到惊人的29% 华尔街上无人能出其右 如果你在1977年把1万美元交给林奇 1990年你将拥有26万 46岁的时候啊 林奇从复杂公司辞职宣布提前退休 也许你会感到奇怪 46岁应该是基金经理的黄金年龄 他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人家巴菲特都快90岁了 还坚持工作 这其中啊 应该说是有林奇的童年阴影 林奇的父亲在他10岁那年去世了 刚好就是46岁 林奇在自己的46岁生日派对开到一半的时候 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他不要再当一个工作狂了 他要拿出时间来陪三个女儿一起长大 离开基金公司之后啊 林奇不但有时间陪孩子们了 也有时间写书了 如果我们说彼得林奇在46岁之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基金经理 那么46岁之后啊 他就成功转型 成为了一名畅销书作家 他一口气写了三本书 《战胜华尔街》是其中的第二本 林奇在这本书里啊 鼓励业余投资者要建立信心 战胜专专业投资者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他举了个小例子 在波士顿郊区的一所学校 有一群做模拟炒股的七年级学生 他们选股的投资组合 在两年内取得了70%的收益率 业绩超过了华尔街99%的基金经理 而美国的七年级学生 就相当于我们的初一学生 林奇认为 每个人啊 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和经验 如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投资自己熟悉的行业和公司 业余投资者可以打败投资专家 也许有人会产生误解 是不是林奇不做基金经理了 就来砸专业人士的厂子呢 林奇为此特意做了解释 用他的话说呀 是基金给了他那么多成就和收入 他是不会忘本的 其实啊 任何一个投资者 都可以既买股票又买基金 两者并不冲突 对于一个不想自己费力 去研究股票的人来说 买基金是最好的选择 而如果你很想亲力亲为 享受自己选股带来的成就感 那么你同样可以成功 林奇的这本书啊 会为你指点米金 下面我分两个问题为你解读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第一个问题 彼得林奇是如何管理基金的 第二个问题 林奇的投资法则是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 林奇是如何成功管理基金的 林奇的13年基金生涯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7年到1981年左右 林奇初出茅庐 还在摸索自己的投资方法 要是说起来啊 林奇与富达基金公司的缘分 真的是很深 我们刚才说过 林奇是十岁丧富 由于家中的这一突然变故 林奇从11岁开始 当时就在高尔夫球场当球童 赚取自己的学费 当球童能认识很多大老板 当时他的客户有不少公司的总裁和CEO 比如吉列公司和宝利来公司的老板 在这些人中啊 有一个对他的影响最大 那就是富达公司的总裁 在林奇上大四的时候 他让林奇去申请一份暑期实习工作 当时富达公司只有三个名 申请者有上百人 林奇很幸运的得到了这份工作 实习结束之后 林奇去沃顿商学院上了MBA 1969年 正式加入富达基金公司 成为一名证券分析师 五年后 林奇升任研究部经理 1977年5月 开始担任麦哲伦基金经理 当时的资金规模呀 在1800万美元左右 林奇上任后的一个月 整天忙于换股 买出前任挑选的股票 买入自己青睐的股票 事实上 当时的林奇并没有一个全面的选股策略 他说自己选股完全是凭经验 而且林奇换股很频繁 股票每年的换手率都在300%左右 经常会出现抛掉好公司 买入烂公司的情况 林奇自嘲 当时是在拔掉鲜花 浇灌野草 巴菲特很喜欢林奇的这个金句 甚至在他的公司年报上 引用林奇的这句话 从林奇早期的经理看 基金经理也不是神仙 他们在投资中也会犯错 但关键是要总结经验教训 类似的错误尽量不要重返 后来林奇对此进行了反思 他发现有些股票只持有了几个月 就过早卖出了 其实应该持有更长的时间 比如联邦快递 他是在5美元价位买入的 不久股价涨到10美元 林奇很开心的把他给卖了 结果两年后 眼睁睁的看着该股 涨到了70美元 林奇基金生涯的第二个阶段 是从1981年到1983年 林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投资风格 在1981年 也就是林奇上任的第五年 麦哲伦基金的规模仍然相当小 只有一亿美元 只能排在所有投资基金的最后五名 这个时候 林奇的投资组合中有200只股票 两年后 1983年4月 麦哲伦基金规模增加到了10亿美元 这是一个里程碑 而这个时候 麦哲伦基金持有450只股票 到了这一年的秋天 持有股票的加数又增加了一倍 达到了900只 我们知道 持有的股票数量越多 研究这些股票花的时间也就越多 好在此时 林奇已经有了几位非常能干的助理 来帮他分担 其实啊 在华尔街 林奇持有的股票数量多 那是出了名的 最多是达到了1400多只 但是啊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也就是一种常识性的买入 比如当他持有的股票达到900只时 其中700只的股票加在一起 还不到基金总资产的10% 那为什么还要买这700只股票呢 林奇给出的回答是 首先 很多公司本身的股本规模就非常小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小盘股 即使他持股比例达到10%的上限 占用的资金也相当小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他还不能确定这只股票 是否值得进行大规模投资 所以就先买一些 观察一下 看看再说 对于我们普通股民来说 不可能去买几百只股票来试水 那么我们可以像林奇那样 拿出本金的10% 来做这样的常识购买 比如说 你投到股市里20万元 那么可以拿2万来常识性买入一些股票 从1981年到1983年 算是林奇执掌卖哲伦基金的中期 他稳扎稳打 基金的年换手率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二 从300%下降到了110% 在这个阶段 林奇成为了一个更有耐心的投资者 而麦哲伦基金的持有者 也对他更有信心 林奇基金生涯的第三个阶段 从1983年到他1990年离职 这期间啊 林奇经历股灾 走向成熟 1983年底 麦哲伦基金的资产规模 达到了16亿美元 成为全美第二大基金 而且与第一名的资金量 已经非常接近了 1984年 麦哲伦基金申购火爆 又新增加了10亿美元 其实整个1984年 这支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 一直没有多少变化 这使得林奇 与早期频繁买入卖出的做法 不一样了 他坚持的投资策略是 精选个股 买入并持有 说到选股啊 多数基金经理的做法是 赌行业 就是重视行业配置 不重视个股选择 比如计划投8%的资金 在汽车股上 至于是哪支汽车股 恨不得闭着眼睛 投飞标决定 林奇却是非常重视个股选择 从下向上选股 至于买入并持有的策略 他解释说 选择股票就像是选择人生伴侣 如果你一开始就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你就不会打算离婚了 比如从1982年到1988年这整整六年里 福特 克莱斯勒和沃尔沃一直是林奇的重仓股 林奇的买入并持有的策略非常有效 在福特和克莱斯勒身上都赚了超过一亿美金 在沃尔沃身上赚了7900万美金 1983年之后 麦哲伦基金的规模已经比较庞大了 但是并没有因此走向平庸 而是成为了华尔街上傲视群雄的顶尖基金 到了1987年啊 林奇本来是准备要工程身退的 8月的时候 麦哲伦基金的资产规模达到了110亿美元 不想到了10月 美国股市崩盘 基金的规模缩水到了72亿美元 他不能在那样的危机时刻离开 用林奇的话来说呀 就是这一次大崩盘硬是把他留了下来 当股市崩盘的时候 林奇正在爱尔兰度假打高尔夫球 我们可以想象 那个假期林奇过得并不轻松 当时好多投资人都吓坏了 要赎回基金 为了应付这个局面 林奇不得不大量卖出基金所持的股票 好在大多数的基金持有人 还是留下来与基金共度难关 这也让林奇总结出 一支投资基金成功还是失败 基金持有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在危急时刻 持有人能够有信心 坚定地持有基金 而不是惊慌失措 匆匆忙忙赎回 那么基金经理也就无需为了应对赎回压力 被迫在地板架上抛售股票 另外 林奇还提到 他在这次股市大崩盘之际 几乎就是满仓在操作 所以崩盘的时候 才没有现金去应付突如其来的赎回压力 这对于业余投资者来说 也是有一定警示作用 就是尽量不要满层操作 留下一些激动资金 以备出现股市突然变盘的情况 股灾之后 林奇买入了一些金融股 同时在保险股 制药股和国防股上大幅增值 很快就扭转了亏损的局面 在林奇担任基金经理的13年间 麦哲伦基金年年都超过了 股票基金的平均业绩水平 1990年林奇辞职 他担任基金经理的最后一天 麦哲伦基金的资产规模 达到了140亿美元 其中现金高达14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1分之一 可以看出 这是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 让他汲取了教训 流出十分之一的资金 以防意外再次出现 以上内容是对林奇13年 基金经理生涯的一个简单回顾 辉煌的业绩背后 林奇付出了很多汗水与心血 他每年要访问200家以上的公司 阅读700份上市公司的年报 纵览13年基金经理生涯 林奇的投资理念 一步步走向成熟 早期他频繁换股 经常把好股票卖掉 换成了坏股票 后来他精选个股 买入并持有的投资策略 为麦哲伦基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彼得林奇的投资法则是什么 如果悬股分技术面悬股 和基本面悬股两类的话 林奇使用的方法是 不折不扣的基本面悬股 所以本书中没有什么技术指标 只有一些简单的资产负债表 连走失图都很少 在林奇看来 悬股是艺术 科学 加上调查研究 所谓艺术是指直觉 是一种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的灵感 而所谓科学呢 指的是数量分析 研究公司的财务报表 悬股既是一门科学 又是一门艺术 过分强调其中任何一方面 都是非常危险的 林奇坚持的是 艺术 科学加调查研究 他坚持了二十年 都始终没有改变过 林奇一直相信 寻找值得投资的好股票 就像在石头下面找小虫子一样 翻开十块石头 可能只会找到一只 翻开二十块石头 就有可能找到两只 在林奇担任基金经理的时候 每年都要翻开几千块石头 以便找到足够多的小虫子 但是对于业余投资者来说 林奇认为实在没有必要 去找到五十到一百只好股票 只要十年里面 能够找到两三只赚钱的大牛股 付出的努力也就值了 对于资金比较少的散户 可以运用五股原则 也就是把自己的投资组合 限定在五只股票以内 一方面把鸡蛋放在五个篮子里 可以很好的规避风险 另一方面 如果这五只股票 有一只最终成为了大牛股 即使其他四股没有涨 这个投资组合也是很赚钱的 林奇有一个记录投资的方法 虽然老套 但是非常有效 我们可以借鉴一下 在电脑如此方便的今天 很多人都很少动笔去写东西了 但是啊 林奇会把每次选股的过程 都详细的记录在一个大笔记本上 用他的话说呀 是防止自己有了新欢 就忘了旧爱 对于一些买过的股票 我们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 拿着的时候不涨 一卖掉就开始猛涨 而这时呢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回避 不再去看这些股票了 省得产生痛苦的回忆 林奇把这比喻为 在超市碰到老情人 你会偷偷地溜到一边 故意躲开 而要想成功投资 你就必须克服这种心理 要直面之前的各种不愉快的投资经历 这样啊 才能吃一切 长一智 林奇会在他的大笔记本上 记录当初决定买入每一只股票的原因 和上一次决定卖出的原因 他还会关注卖出之后啊 股价是不是又涨了 林奇每一次细细翻阅这个笔记本的时候 心情和有的人偷看旧情书差不多 要注意 股价比过去低了 并不是买入的理由 股价比过去高了 也并不是卖出的理由 比如当时可口可乐 装品公司的股价下跌了 林奇觉得他的发展前景比之前惨淡 就把他从建股名单中删掉了 而房利美的股价虽然涨了 但是啊 在林奇看来 他未来前景仍然非常好 所以连续七年推荐这只股票 在本书中啊 林奇按照行业分类 介绍了他推荐给巴伦周刊的21只股票 其中贯穿了一条暗线 那就是林奇的投资法则 在接下来的讲解中呢 我精选了其中对国内投资者最实用的四条法则 结合林奇选股的经典案例 为你详细介绍 首先啊 我们讲第一条法则 千万不要买业务复杂的公司 还记得前面 美国学生炒股的故事吗 林奇的这条法则呀 就来自那个故事 学生们选出的投资组合 在两年内取得了70%的收益率 学生们在说明选择理由的时候 给每一只股票都画了一幅漂亮的插图 也就是说 这些公司的业务都是非常简单易懂的 一幅画就可以说明白 林奇给出了一个反面例子 有个叫登斯派克的公司 是制造存储模块的 你能用一幅画就把这家公司的业务讲清楚吗 恐怕很难 哪些公司可以一幅画说清楚呢 只有你很了解的公司股票 比如那些七年级的学生 他们选的股票里有迪士尼 原因就不用说了 孩子们都熟悉 他们还选了麦当劳和文尔玛 还有国民披萨和耐克公司 按照这样的思路 我们在A股当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股票 比如五粮业 只需要画一个酒瓶 茯苓榨菜只需要画一包榨菜 吉列汽车只需要画一辆汽车 这些公司的业务都非常简单 很容易理解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条法则 自己看好的股票并非肯定会涨 要懂得及时换股 林奇的经验啊 来自于他所谓的愚蠢幻想的破灭 1977年 他刚接手麦哲伦基金的时候 大盘下跌了20% 但是他管理的麦哲伦基金 净值逆势飘红 反而上涨了7% 这样的成绩啊 让林奇飘飘然 以为自己选的股票 什么情况下都能大涨 可是等到下一次股市大幅回调 也就是从1978年9月11日 到10月31日那次 他发现幻想彻底破灭了 股市跌幅很大 而麦哲伦基金的净值跌幅更大 这次幻想的破灭让林奇明白 自己选的股票不会永远上涨 情况不对就要及时换股 等到1987年股市再度崩盘的时候 他就没有重蹈覆辙了 87年股市崩盘之前 市场最看好的是周期股 周期股的游戏啊 节奏很重要 如果踏不准它的节奏 不能及时获利了结 好股票也会变成烂股票 对于有些周期股来说 比如 克莱斯勒汽车 股价在股市起稳后 从每股20美元反弹到了29美元 但是三年之后 到了1990年 它又跌到了10美元 差不多只是1987年价格的一半 当时林奇看到 克莱斯勒的公司业绩大幅下滑 就选择了全部抛出 同时林奇也不看好造纸 化工和钢铁等周期股 股市大跌后 超跌以及严重低估的便宜股 遍地都是 林奇从中挖掘了一些成长类的股票 这次调仓换股 后来证明是很成功的操作 1988年 麦哲伦取得了22.8%的投资收益 1989年 又取得了34.6%的投资业绩 林奇有幻想 我们也是一样会有 自己看好的公司 不管业绩是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还是相信一定会涨 遭遇亏损才能清醒 比如大家都知道有个善辈跑了的笑话 说到是张子岛这家公司 上市之初 许多股民对这家公司曾经寄予了厚望 该股2010年最高价格达到35元附近 但是啊 后来这家公司状况频出 2014年发公告 说是养殖的扇贝跑了 公司业绩巨亏 还戴上了ST的帽子 2018年 这家公司的扇贝又跑了 股价跌到只剩下三块多 如果看到情况变了 不知道及时换股 经手上市支出的热爱 亏损就大了 接下来啊 我们讲第三条林奇投资法则 如果你喜欢一家上市公司的商店 可能你也会喜欢上这家公司的股票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爱无及无法则 Body Shop 媒体小铺这支股票 完全是林奇的女儿们带着它发现的 这家公司的一个门店 开在柏林顿购物中心里面 当林奇带着女儿们来到购物中心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冲进的就是这家店 媒体小铺专营各种化妆品和护肤品 林奇亲眼看到店里买东西的人 挤得水泄不通 当女儿们去结账的时候 她忽然想起 在一次麦哲伦基金的每周例会上 有个分析师推荐了这支股票 而且巧的是 这个分店的老板恰恰值钱 是富达公司资料部的主管 他放弃了丰厚的薪水 用自己攒的钱 来开这个媒体小铺的家门店 回去之后呢 林奇就拿出了他厚厚的大笔记本 从里面找到了 他在1989年曾经买过这支股票 当时只是试探性的买入 不过后来不知怎么就忘记了 这是一支在伦敦上市的公司 中间股价经过两次暴跌 一次是1987年股市大崩盘时 市值损失了一半 另一次是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时 股价又损失了一半 但是经过六年的时间 到1990年 媒体小铺的股价 从原来的五遍市 涨到了362遍市 如果投资者一直持有的话 投资收益将超过70倍 再说一个可以应用 爱无及无法则的案例 餐饮股 20世纪60年代啊 是美国餐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期 餐饮股在美国股市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其中涨幅最高的要属麦当劳 如果你因为喜欢麦当劳的汉堡 购买了麦当劳的股票 你就赚大了 假设当时投了一万美元 买麦当劳的股票 到了80年代 你的身家就已经达到至少400万美元 在我们身边啊 这一类吃货股也是不胜枚举 我们也可以从自己喜欢的餐饮公司中 选择要购买的股票 第三条法则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讲第四条临起投资法则 分析师都感到厌倦的时候 正是最佳买入时机 我们知道啊 如果一个行业 分析师们都不看好 那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好股票了 但是碰到这种行业 林奇就可以独辟蹊径 从这些低迷的行业中挖到宝 林奇的房地产股 就是靠着这样的思路挖掘出来的 1991年底 美国投资人最恐惧的 就是房地产相关上市公司 而林奇却从报纸的次要版面上面 一则不起眼的消息中 看到其实美国中等住宅价格在上涨 从而挖掘出一家住宅建筑商 托尔兄弟公司 以及一些相关的公司 比如阳光地带园艺公司 后来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多年的投资经验 让林奇总结出一个十分灵验的投资策略 当媒体和分析师们 普遍认为某个行业已经恶化到非常不景气 那么大胆买入这些行业中竞争力最强的公司 肯定会让你赚钱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气我取 当然做接盘侠也得有理有据 不能盲目地往里冲 我们知道利空出进是利好 但是如果利空还在不断来袭 那么就还不是进场抄底的时候 或者这个行业已经被时代抛弃了 你也不能去充当最后的接盘侠 别忘了林奇还说过 当一家公司即将灭亡时 千万不要押宝 他会奇迹般的奇思回生 上面讲到的这四条投资法则 都是林奇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 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以后选股票的时候 不会感觉那么难了 去逛逛商场 上餐厅吃个饭 也许大牛股就在身边 而且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冷门的行业 只要是在股底翻身 有利好消息的股票 都可以去关注 投资别人不敢投资的股票 才会有机会获得超额利润 林奇还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 比如他认为 在商场上 垄断的收益永远大于竞争 当你看好一个行业的时候 可以优先选择其中 处于垄断地位的上市公司 正如林奇所说 业余投资者 如果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独立分析研究 完全有机会 买入专业投资者忽略的好股票 获得很好的投资汇报 好 战胜华尔街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立分析 优优独立分析 优独立分析